最近鳳凰網刊登了一篇文章 稱華為變成了中國目前最大的牛肉進口商 儘管報導事後被刪除 一些轉載的網站也被404 但仍引發各界關注 登陸華為創辦的莫塞爾商城 可見美食分類裡面牛肉葡萄酒是標配 另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全球農產品在售 新浪公眾號遠方青木分析 華為搞副業主要是為了減少美元匯率造成的損失 隨著2022年美國升息 許多中小國家外匯急速流失 華為的南美客戶缺乏美元 只能用本國貨幣付款 華為被迫將這些外幣換成當地農產品回國銷售 以免遭遇匯率波動損失 考慮到牛肉在中國是硬通貨不籌賣 很多底帳的阿根廷比索 到華為帳上立刻換成了牛肉 你必須要買我的商品 你要想在我這兒做華為的武器基站 那你現在就必須要拿我的B鎖 我沒有美元給你 那這個時候做下來了以後 你的貿易順差就沒了 但是呢 沒辦法 如果不這樣做 華為就沒有辦法進入阿根廷市場 今年以來 中國的牛肉價格正經歷大跳水 以往5、60元一斤的牛肉眼下已降到了30多元 成為眾多超市生鮮檔口促銷活動中的常客 據中共商務部披露 阿根廷1到3月的牛肉出口78.6%銷往中國 而且均價比前兩年顯著下降 這也讓很多網友 灌醉華為進口大量抵賬牛肉 害慘國內入品相關供應鏈 在消費的需求端呢 現在在下降 在下降的同時呢 結果你供應端呢 還在不斷地擴大供應量 供需關係使得產品的價格下降 自然會多少 難害到肉牛的生產的牧民啊 企業啊 但是應該說呢 中國經濟下滑 然後大家消費降級 這些因素呢 影響更大 不只是華為 在中共一帶一路推動下 眾多中資公司近年來一直在南美各國 開展電力 採礦和港口等項目 如今 這些投資正遭遇各式各樣的挑戰 外界認為 隨著南美國家對中資企業的日益警惕和排擠 中共一帶一路的投資環境可能會變得更加複雜